最喜欢早上,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,中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忧伤,晚上最难度过 安东迷城陪安东迷度过漫长岁月,杂杂呼呼,风风火火,其实都是围料隐藏心中的那个点,提及便会想念,便会难过,围料骗自己才会开心,才会欢乐 可是还是拗不过夜,慢慢延伸的情绪还是迷茫住整个夜 水瓶座,水瓶座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,或者说总是有意无意地克制自己的情绪,不至于影响学习 身边的人,把逼曲总是通过自己扛住,逞强,维持住,不喜欢倾诉,是不愿意麻烦别人,逞强是因为习惯如此料 骗自己很快乐,很开心,骗自己无所谓 可是压抑的小情绪,小傲娇,总是在晚上会爆发 总是在晚上莫名其妙地想哭或者好好大哭 还喜欢思考一些为难自己的事情,自问自答,自导自演,好像觉得其实单身还挺好的,好吧 水瓶总是很自愈,绝强,偏执,也脆弱,敏感,明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狮子座,狮子座其实很阳光,乐观,而且其实没有大夫所说的很强势,或者说如果你习惯,你会觉得狮子特别喜 欢安排,特别喜欢照顾别人,绝大多数的时候对别人都好,而且狮子不喜欢一个人会直接说,不会阴阳怪气 所以似乎负面情绪与狮子无关,当然,狮子在白天还是很喜欢表现自己的,但是非常自然,而且确实很暖 晚上就完全不一样,你可能见到一个完全与白天不一样的狮子,或者说感觉这个狮子有故事,需要人照顾,也需要人疼 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强烈,狮子就是那种晚上特别容易陷入悲伤情绪的人,悲伤的歌,悲伤的文字,或者莫名其妙,想要被理解,想要被照顾 射手座,射手座就是那种特别能够让朋友开心的人,或者说射手根本不用说什么做什么,只要在他们身边,就会觉得很有趣,很自在 总羡慕射手无忧无虑,没心没肺,爱打打闹闹,爱贫嘴爱聊,爱玩,朋友多多,乐趣多多,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射手难过 至少哭住也笑住,其实射手特别不愿意把负面情绪带给朋友,只有晚上或者一个人的时候,才会伤心 很少看到射手会在朋友圈说一些伤感的话,更多的是开心或者感谢之类的话 晚上的射手会难过,会把压抑的一些东西宣泄出来,安慰自己也心疼自己 Bna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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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钢